深山之中啊 这里一宗老房子 这里还有一口水井 这边是衣衫傍水啊 衣衫傍水 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啊 想当年也是非常繁荣的一个家庭 但是呢 目前轮落成无人居住的样子 即将变成荒废的一个状态 叫容润亭呢 容润亭 我们看一下 他是什么年份建的 大概是民国时期啊 民国时期建起来的 他的门还是开着的 这边一个罩墙挡住啊 对面是很多芭蕉叶芭蕉树 环境非常的好 这里一个独栋的老宅 好 进来看一下 哇 这边一个院子 这边就是他的一个厅啊 上厅 还有祖先的这种肖像啊 他两旁是房间 这里一个房间 看起来很久没人居住了 你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这好多遗留的家具啊 有以前的这种行李袋啊 还有一些桌子 这边还有很多房间啊 哇 这个以前的床啊 还有这些衣柜什么都有啊 这里还有个老唱片 老唱片 你看 写着什么 人穿草鞋 修杠粮啊 这个以前的山歌唱片啊 我们看一下他这边的强制壁画 能不能找到一些以前的线索啊 大概是什么一个年代 以前的这种有线电视啊 有线电视 以前的这种开关啊 这是房子 哇 嗯 哇 这个房子很老啊 有洞子 哎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竟然还有一个居民身份证 没有的 还有这种合作医疗 嗯 看来也是很多宝贝主人来不及带走了 哎 这边应该是厨房了 厨房 还有个灶台在这里 嗯 上面就是放木材的地方啊 这边 就是 餐厅啊 应该是一个餐厅来的 嗯 然后这里又是一间房 以前的这种啊 看一下 这以前的音像 好多衣服来不及带走啊 这里又是以前的这种有线电视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嗯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厨房 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厨房 哇 哇 这里应该还有这些 没有灯 你看 这里就是以前的没有灯了 这个 没有灯的 现在 现代的用的是 这种电的 电子的 啊 上面还有 阁楼 它的布局 整体布局还是非常的好 两边厨房 啊 这种地方给你50万 你愿不愿意来这里居住啊 哎 出门就是山了 啊 这种地方